為著要改善淡水河口落下的生態環境 新北市政府和三關學界日前來到紅蟲南的生態環境 基盤市政府和三關學界日前來到紅蟲南的生態環境 共同保護河川的生態都有 對當影響環境的教育進一分新來 來修好落下的生態環境 為著要改善淡水河口落下的生態環境 新北市政府和三關學界日前來到紅蟲南生態環境 基盤市長金色水河優先落下生態的生態環境 共同保護河川的生態都有 對當影響環境的教育進一分新來 來修好落下的生態環境 那我們設置帆布的部分是透過 方越保護協會他們的一個觀察 那陸界的話他會從那個陸地 從我們上面從紅樹林 從竹圍的山上然後進入到淡水河 那因為繁殖期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穿越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我們特別透過設置帆布來引導 他陸界的一個通道 那讓他能夠不會避免 在穿越自行車道的時候被壓扁的這個狀況 在紅樹林這一塊有陸界 那現在開始就是他的繁殖季節了 那其實他們在黃昏的時候 特別在黃昏的時候是他們的生活的時候 每天他好像是黃昏 開始是他們出來覓食啦 交朋友啦 繁衍的這個時間 那很開心今天 所有國小的小朋友們齁 大家一起來 把我們這個生態的廊道把它做起來 那能夠避免一個就是說 因為大家現在也都很喜歡騎自行車 那有時候呼嘯過的時候 其實就會聽到 音樂可能會聽到咔嚓 那個螃蟹被壓扁了的聲音 但是有時候黃昏暗了 也看不清楚到底是壓到什麼東西 那其實你試著去看 這邊就有很多的路線就被壓扁扁了 那因為小朋友他們也聽到 這樣我們的解說員去到學校 然後去跟他們講一下 原來有在學校的附近 有一個這樣子的環境是需要去守護的 各團隊工廳管理處處長頂修名表示 金色水化優先駱海生態隆道的設置所在 是在金色水化腳踏車道的路段 全長台幼150公尺 修好行動由志工承認得為國小的蘇生 和關心生態保育的朋友 共同同外黨的胖部設置腳踏車道的兩邊 當作露海生態隆道的飲食隆道 避免生態露室 配合到露海生態的高峰區 設置時間大約半年 期間鳳雅保護協會和貴尾國秀 會來繼續觀察隆道設置之後 露海外黨正行 當作未來健全和穿生態環境的參加 保護路線就是因為路線很小隻 這邊騎腳踏車道有很多汽車 所以呢 我們要幫路線做一個通道 不要讓它變黏屍 但是要保護路線 因為如果路線過馬路的時候 如果有機車騎過去就會變黏屍 他們今天來我覺得也還蠻不錯的 因為知道說這邊的生態 也許跟自己居家環境有關的生態 其實是什麼樣的物種 然後因為我們人類的破壞 就是變成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從小就是讓小孩子去培養這樣子的一個聯名心 然後也學會去愛惜我們的環境 我覺得還蠻棒的 東亞台北分會表示 這幾次的修好行動結合淡水地圓國修的屬性 讓英修生態保育簽立後一代才有意義 現場參加外黨的地圓國修學生也表示 淡水和紅蟲拿高水的漏蝦 實際上沒有注意就讓漏蝦 所以要和東亞來搭擾一個龍頭 幫助漏蝦平安生團 感覺是很有意義 中修面也表示 這次修好行動的改水牌 都是讓它和國修和國修共同搭擾 希望未來可以讓民眾更加了解 在和國修的生態 記者擴展一下淡水不得